我是我 真的好著心 今天就很開心 有三個年輕人升職 我隔壁這一個就是Jonathan Jonathan今年很年輕 31歲 是的 之前很厲害 自己有餐廳、酒吧 幾年前就進入了我們的保養行業 剛剛 雖然已經幾年疫情 但其實他的成績就非常之好 剛剛上年就升了做Manager 恭喜你 阿John Johnny 我想問一下 其實你幾年前入行的時候 有沒有想過自己要做Manager 其實沒有的 因為那時候不是全神貴主在這裡 相反 其實我真正進入這行 其實就是2021年 2021年 OK 2021年你很厲害 成為我們公司這麼多 即是二萬的同事裡面 第49名 很厲害 為什麼可以在疫情裡面都這麼好 這個行業有特性 就是你順景、逆景 其實都有它的存在價值 它的價值帶給你身邊的人 以及你身邊的朋友 我覺得這個行業在一個 逆景的情況下更加突顯到它的價值 無論是你的市場波動也好 或者是COVID令到大家的健康意識提高之外 你會發覺原來有些人以為自己有特性 所以反而是一個長線的長時間計劃 是比較重要的 始終我覺得在二居家游市 一個年輕人也好 或者是差不多一年幾人也好 他們沒有人去 不要說去教他們 提醒 提醒 對 可能是中長線五年十年 你條路怎麼走 就是你見公司都說 喂 你五年十年 你見到自己是什麼位置 其實我們不單是見公司 在我們職業上做的事情 在我們人生都是做這個事情 那當你見到你五年十年 有機會發生什麼時候 其實你計劃得好一點 你人生都會舒服一點 嗯 那我想問一下 其實國費一年你這麼好成績 主打力是對市場的人最快的 嗯 其實我是做開醫療的 但是醫療之外 我現在其實都可能是說 貿易管理 我當然是 無論是你基金的資金 也好 或者是支付計劃 都是分別的目標 他們 就是清楚自己定位在哪裡 因為有時候我們人很有趣 有時候中國人 喜歡儲錢 但是永遠沒有儲錢的目標 就是你儲了錢 我不會做些什麼 就沒有動力去採 反而你可以跟他們 跟他們談談 其實他們接下來 他們想儲到錢的目的是什麼 將來他們想達成什麼 其實你有分別的一個方向 是令到他的儲存目標 或者是投資目標更清晰 嗯 所以其實你都要反俗計劃 這個概念 沒錯 可能上年疫情 你都要請人才升到貿易 是 有沒有難度 絕對有 但是我覺得這個難度 是無論是有 逆境 順境都是有難度的 都是有難度的 我覺得這個是沒有分別的 是 反而是你自己做好的榜樣 怎樣可以感染到 你身邊的客人 嗯 朋友 甚至是你的同事 嗯 給一個正確的 一個理想的訊息 因為 尤其是可能 讀完大學 很多年輕人 學校教育這些 是 是的 我覺得這件事是 在我們現在的教育體系 很缺少的東西 嗯 OK 那最後 那你這麼年輕 做一個管理 我也希望你繼續 人強麻藏 有沒有什麼 的呼籲 可以給一些年輕人 如果他都喜歡做管理 的話 其實我們的行業 有什麼空間 我覺得首先第一件事 這個行業是不會消失的 生育病是人必經階段 這個是第一件事 是長清行業的 第二件事就是 其實自由度都很重要的 例如我自己打個比例 我準備今年結婚生育 我會發覺一個很好的行業 這個優點 真是 你陪老婆產業都有這個時間 我平時真的沒有 因為我經歷過創業的道路 嗯 其實你真的二十四小時 都是能夠創業的 嗯 在這裡雖然都是另一類農業的創業 都是自己打自己團隊 是真的自己努力 就有成果 但是前一段時間 你也是多了時間 喜歡做的事 就不是只是做生意 是 就是賺錢 而是真的有機會 可以拿一個 工作-life balance 我覺得是很感受 是 好 那我不阻礙你了 到你驗水了 OKOK 謝謝 謝謝 謝謝